滿臉笑容走下飛機 民主黨全代會前夕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與副手華茲 在支持者歡呼聲中搭上巴士 前進賓州小鎮巡迴拉票 競選團隊全員出動 一起call out選民搏感情 賀錦麗和華茲自詩為歡樂戰士 帶動選民樂觀向前 為期四天的民主黨全代會 美東時間十九到二十二日 在芝加哥登場 預計有八萬人參與 首度邀請約兩百名網紅現場直播 黨綱草案將新增對臺六項保證 另外拜登 歐巴馬 柯林頓夫妻黨 以及佩洛西等重量級大咖 輪番助講 賀錦麗壓軸登場 從主角變暖場嘉賓 拜登將揮別半世紀政壇生涯 將目光放在歷史定位上 而眼看赫華佩聲勢高漲 川普陣營回防賓州 雙方隔空叫陣 川普連番人身攻擊 對選情似乎沒加分 華盛頓郵報最新民調 他以百分之四十五支持率 落後賀錦麗四個百分點 CBS民調同樣落後 聲勢此消彼漲 讓選情更加激烈 三地新聞 科亞韓報導